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我是拉斯达 我们来看新闻焦点 首相否认国门政府没有尽全力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指控 强调相关部门每天都在跟进新的进展 美国疾控中心建议取消对强生疫苗的暂停接种规定 并且恢复疫苗的接种工作 法国一名女警遭到割喉伤害 凶手已经被击毙 当局不排除是恐怖袭击 针对近日来有人指控国门政府没有严重看待和尽全力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首相当时莫威力作出否认 他强调 国门政府各相关部门每天都在针对如何应对疫情而开会 他本身也每天出席有关的会议 以跟进疫情的最新情况 牟一定表示 无论情况多恶劣 国门政府将继续带领国家对抗疫情 如果不这么做 疫情不但会威胁国人的健康 也会拖垮国家经济 与此同时 他也希望民众能够配合政府遵守当局所制定的防疫措施 另一方面 整对疫苗安全问题 玫丁也大派定性完表示 大马所批准的新冠疫苗 都是受过国家药剂监管局审核 确保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 Vaksin yang telahpun kita guna atau pun akan digunakan ini jangan selamat berkesan efekasinya agak gini dan sebagainya sebab itu ini akan kita laksanakan masalah kita sekarang kita sudah ada hampir 9 ke 10 ruta yang sudahpun berkaftar dalam maiz sejahat Vaksin yang kita tima tidak ikut jadwal yang kita kandang jadi jangan salahkan kerajaan ini akan kita laksan ini akan kita laksan ini akan kita laksan suruh perasaan war防b regardless 到现在没有打算在全国实施行动管制令 而是根据区域的情况实施应对方案 Ismail Sabri指出 在经过国安会卫生部和警方的商讨之后 同意收紧跨州限制 他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恶化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跨州 我提到刚才的案例是高级 与国安会卫生部和警方的商讨之后 KKM和MKN 认为改革国安会卫生部 必须被拒绝 另外国家安全理事会也同意 把施节月的开施市集营业时间 延迟到凌晨两点 至于开施节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式 目前还在商讨当中 水兰儿刮了冷月万金理科中学 爆出71起确诊病例 国防部高级部长的德须 Ismail Sabri宣布 从今天起 该校正式落实加强行动管制令 直到5月7号 23 April 2021 KKM telah melakukan 473 ujian saringan 然后从这日期的数量 71党被认识病毒病例 更加上决定 KKM尽识病例 入了一个证判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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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判下 沙拉越木礁 以及 同样延长到5月8号 此外 沙巴南独 的加强型管理则按照原定计划在今天结束 日前 国内庶民穆斯林女学省在社交媒体上揭露 校方在斋戒位期间对女学省进行月经检查 引起网民的热议 对此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德西雲娜哈润表示 妇女部将严正看待此案 展开调查 以确保类似的事件不会重演 针对这起月经检查事件 雲娜哈润表示 这令她感到相当震惊且无法接受 并认为校园里不应该发生有关事件 对此她强调 妇女部将严正看待此事 与教育部和人民信托局合作 前往相关学校展开调查 以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重演 早前 人民信托局主席的德西雲娜也曾透露 该局已经发出指示对有关事件展开调查 警方证实 本地社运分子法米瑞萨 一位涉嫌侮辱国家元首后东姑阿基萨 而被警方逮捕协助调查 武吉阿曼刑事调查总监德德胡杰表示 警方近期接获民众的投报 指法米瑞萨在数码平台Spotify上载歌曲 但专辑封面却是国家元首获的照片 并且还出现这是极度妈的字眼 对此 警方昨晚亦将发米瑞萨 带回金马景区总部 并且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条第一项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极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展开调查 针对这起事件 胡杰也促请民众 明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并警告面对故意破坏和谐和公共秩序的人 警方绝不妥协 并且将采取严厉的兑付行动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全国禁止跨州 不过还是有顽固的民众 企图通过老鼠道跨州 对此 吉兰丹警方将会在行管令期间 加强执法密切监督该州的各个老鼠道 对于违反行管令的人士 当局绝不妥协 吉兰丹总警长达桑辩表示 除了密切监督老鼠通道 警方也将会小心检查民众的跨州信件 以防有人伪造信件跨州 截至目前吉兰丹警方已经开出71个罚单 给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民众 吉兰移民局日前在亚罗斯的一家批发市场展开突击行动 逮捕了上百名不同国籍的外劳 其中有37人被发现没有合法证件 吉兰移民局主任祖亥又表示 当局是在昨天清晨1点45分左右派遣27名移民局官员 前往亚罗斯打一座批发市场展开行动 行动中当局逐一检查摊位 并且逮捕125名不同国籍的外劳 以协助调查 他们的年龄届于18岁到51岁 当局发现有37名外劳并不持有合法出行文件 而两名本地雇主也因为雇用非法外劳而接获罚单 对此祖亥要强调 任何无法参与自愿遣返安置计划 和重置非法外劳计划的外劳都会被移民局逮捕 相关计划将在6月30号截止 为了扩展数码业务 为了扩展数码业务 亚航和金融服务平台Ringit Plus 携手合作 推出AASIA Money金融资讯平台 并计划在今年第二季度 登上国内和印尼的市场 第三季度进入菲律宾 第四季度进军泰国 A社玛丽负责人 莫马哈菲指出 亚航超级应用程序Super Apps 是该集团在去年10月所启动的一战式应用程式 涵盖旅游、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等15种服务和产品 而A社玛丽是新加入的功能 他补充 A社玛丽目前已经推出信用卡和个人贷款申请的功能 并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推介汽车和医疗保险 游戏积分充值以及伊斯兰金融产品和服务 第四季度则推介各项投资 包括黄金、信托基金、智能投雇 以及金融服务 比如金融教育集会款等等 以蓝眼泪奇景闻名的霹雳州九余岛 在关闭长达三年进行自然修复 而予目前处在行动管制令时期 还没有对外开放 掌管霹雳州房屋、地方政府 以及旅游事务的行政议员德德努力表述 州政府暂时还在等待霹雳州公园机构的决定 才重开 那例子出 根据霹雳州公园机构的报告显示 九余岛的自然生态已经全面恢复 无论是蓝眼泪奇景 还是岛上或是海洋生态 都恢复到开发旅游业前的水平 州政府已经向有关当局 争取有条件地让九余岛对外开放 但一切都是乎霹雳州当前的情况 九余岛坐落在霹雳州八眼拿赌海域 在2014年被人发现有蓝眼泪奇景后而声名大噪 游客量每天高达200多人 我国一名民房部队的人员 Chay Adam成功在七天之内 跨越国内的七个周数 成功登顶七座山 创下了大马记录 这名来自大马民房部队的 Coach Adam是在本月一号到七号期间 展开攀登项目 他开始攀爬的是 位于柔佛州的最高峰 金山公主 接着是位于森美兰州瓜拉壁牢的安西山 以及霹雳的黑山和古鲁奶山 第四天 Coach Adam前往吉达州有名的日来峰 第五天是登加楼的夏日山 以及第七天彭亨的西谷山 由于登至山顶需要耗费大约八个小时的时间 因此Coach Adam在攀登的周旦期间 都只能有片刻短暂的休息时间 这项创下大马记录的奖状 则由森美兰加营大马民房总部代表办发 Coach Adam的毅力和精神 则被作为该部队的模范和榜样 世界上最严重的核灾 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 踏入第35个年头 荒芜人烟的禁区内 被大量的野生动植物